这是小院新建的全社,这是最后一次建了,不再建了,院子里面已经建满了 那边头上高那个呢,那是放狐狸的 小院里面已经满了啊,不再建 这里边呢,它盖上两个小别墅,狗在那边玩的时候可以进去 可以打风避雨,两个小别墅 这里边都会有房子啊,哪一个里边,这是放狐狸的,全蜜蜂,放狐狸 啊,今天有风,今天风挺大的 突然间有风了 这里边有会盖上两个小别墅,狗在这边玩的时候呢,也可以进去避几雨 这里边有会盖上小房子,这边,那边,都会盖上 现在小人已经掏过两百只毛孩子了啊,已经掏过两百只 看看 咱俩狗们看看吃的,养的 环境 可以吧 两百多只毛孩子没有皮肤病 现在毛孩子都没有皮肤病 环境好,吃也很关键 小人一般最容易有的就是皮肤病,咱小人这毛孩子就没有 有很多人问辉哥 收入从哪来,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,很多爱心理人在帮助 这样的小人呢,自己做的狗粮,做的零食,毛孩子可以吃,顺便我们还可以慢一些,消除一些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,有需要狗粮呢,想支持小人,想帮助毛孩子,大家可以点开给我看一下啊,自己做的狗粮,没有任何添加剂 大家看看,整个小院 全帽,这里面是草坪啊,这全是果树 这里面种的全果树 看看,咱小人的毛孩子可以给你们看到每一只啊,每一只都可以给你们看 在这里呢,补评在这里呢,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,给小人给鱼的帮助 谢谢大家,我相信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帮助下呢,咱们小儿的毛孩子越来越幸福 再次感谢啊,有需要狗粮,咱可以点看给我都看一下 等一下